特区政府已经特首了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非常高的一个期待 我们这一届的选举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的行政长官选举 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选举 也是为以后立下一个典范 立下一个好开局的一个选举 所以香港现在面临的各种的问题 要梁正善治 要解决市民劳工所关注的一些改善的一些措施 都有赖我们新一届政府的有力的领导 所以我期待我们真的应该团结一心 共同为香港开芯片 所以您认为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和特首 期待他们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当前是要恢复经济 把这个疫情稳控下来 建立跟内地的一个防联防联控的一个机制 让香港可以尽快跟内地通关 恢复经济恢复两地的这个交往 而且更好的融入这个国家发展大局建设越港澳大湾区 另外劳工也是一个非常关注的 在这种疫情下面所受到的打击非常的广而深 所以我觉得应该尽快的去为这个劳工的就业 在失业这方面也要做好一些工作 长期来讲也要建立一个保护劳工 以及保护就业就失业这方面的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 可以说一下新政府其实有些什么期望呢 还有觉得最首要要解决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看在这一段时间民众以至社会各界对新任特首是有很高的期望 因为香港在暴乱以至到疫情之后累积了一些问题 也都是突显了我们这个香港管治的一些短板 所以特区政府要提高管治能力 要改善管治的文化 当务之急民众最受困扰的就是疫情底下 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 打工仔的福祉是受到严重的损害的 所以要恢复经济 恢复和内地的融合 经济的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和内地联防联控的一个机制 令到我们的疫情是稳控底下及早通关 从而恢复经济 另一方面打工仔所面临的失业 就业的问题 政府都应该建立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 来到去补就业 救失业 现在我们是收收保保 出现了问题才去想办法解决 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机制 从长远来说 香港的经济发展要更加好和内地融合 才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在经济的困境 公联会有没有人入民集班 不好意思 公联会 是 公联会是什么 公联会会有多少人入民集班 当然我们会积极去参与特区政府的架构 无论是管治或者是咨询的架构 我们都会积极参与的 但是现在具体那里言之上早 谢谢